大家好,欢迎来到沈溪美丛娘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豆卷门面 这个也是应这个网友的要求做的 我先说一下食材 食材肯定是豆角了 豆角你可以用各种的豆角 圆的也行 我这个呢就是用这种扁的豆角 我觉得第一,为什么要用这豆角 觉得它比较嫩,比较容易熟 第二个呢,它也比较就是香 所以这个豆角呢,我基本上是不切 我就这样掰就行了 这样的话,感觉这样好像很豪迈 但是出来呢,好吃 就这样,拿手掰就行了 五花肉切成这样的丝 先拿料酒腌一下 为啥用五花肉操呢 为啥不用肉馍啊或别的 就是五花肉因为肥瘦都有香 除了这两个菜后呢 我加两个配菜 一个是土豆 土豆呢就切成这样的条条子 虽然是宽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厚的 因为焖面 加一点这个,它有一点绵绵的感觉 口感会好 这个是红的大辣椒 不辣,甜的那种 完全是加一个颜色 胡萝卜也可以 淋出锅之前撒几个西红柿 番茄粒在里面,也非常的好 这个是纯属配个色 下面呢就是虫环 OK我们说一下这个豆角焖面的面条 最后咱们用手工面 就是手擀的 或者你自己在家用面条机压的面 面里头有两个东西要放 很重要一个是要放盐 让这个面紧到 虽然这个面不需要特别特别的硬 但是需要它紧到 到时候耐闷,不要闷闷拦了 第二个要放的东西 我一再推荐给大家的 放一点碱水 我把这个碱水不是倒到面里 倒到我的水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和面 和面的这个碎,凉水 一点点往里加 我不知道你怎么弄 我一般是慢搅 就把面先浇到一块 完了以后呢,高速三分钟 我这个面就和好了 OK,咱现在开始压面了 这个我习惯是把它分成两块 你一块也行 先用最后的一档来压 所以说放了这个碱和盐的面 一手一上手你就知道 你看它的韧劲就在这 它不是拦虚虚子 OK,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面片彻底压好了 这个面片呢 不能太薄 也不能太厚 太薄 因为这个是用 焖面是要用锅里的水器把它弄 你要是太厚了呢 不一定能熟 太薄了又弄了 其实基本上一般是我们手擀面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厚度 再一个面条也不一锅长 所以我就把它切成这么长的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 就是凉炸多一点 还有一个我要说呢 就是我最后我该压面条了 面条的宽度呢 就是咱山西人说的旧叶 像韭菜叶那么宽 这个是最好的 一个是比较容易入味 再一个比较容易熟 最后我要说一个 你压面的时候呢 不管即使你干面的时候 最后一刀切的时候 这个面补呢 不要用面粉 最好用淀粉 我用的呢就是绿豆淀粉 为啥用它做面补呢 它冰面后 第一个它不斩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它做出来 你煮了以后呢 这个面条比较有形 所以呢 我是推荐大家 即使我过去 在家里擀面 你手工擀面的时候 就是最后 前面干的时候 你用面补 切的时候 最好用淀粉 铝豆淀粉 红薯淀粉 都可以 没问题 好 咱现在就开始切面了 你看 就这个款度 快看 看这面 多美丽 看 你看 你看 这面一看就立得很 因为放了盐 也放了碱 所以 非常有韧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面彻底 都弄好了 我再说一下 你看这长度 不是断截截子 但是也 也不是 死长活长的 拉起来 基本上 就是这样一个长度 你这个挑到碗里头 下到锅里头 你一般 咱在锅里头摆的时候 要这样 翻开拜你 所以后你太长了的话 就弄不好 是吧 这样刚好 对折 就放在那儿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熟 咱在锅里头 基本上 拜的也就是这个真实 这个焖面 对面条的 稍微有一点点的要求 不是很难做到的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咱现在开始做焖面了 凉油 我就把它下锅了 这个肉里头 我刚才是用料酒腌的 我炒的时候呢 我放一个姜丝 大家看见姜丝在里头 咱叫下料哈 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酱 这个是甜面酱 和提现豆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不要放盐哈 就先放这些东西就行了 放点老抽 这是上色的 现在就放水 这个水呢 不要一次方开朵 咱们需要炖肉 放一个料包 这个料包 香料我会写在屏幕上 但是我就会把它 稍微拿水先泡一下 这样的话呢 把它里头那个本身的料的味 先给去一下 放到这里头就行 好 因为每个人的肉的量骨一样好 就是它本身 你可以咬动它 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咱就可以下豆角 把豆角下进去 你看我这个水 是吧 明显的不行了 所以我要继续加水 加水 加盖 继续弄 先把豆角放进去 然后你注意这个菜的顺序 就是把那个不容易烂的 放进去 豆角一定要弄熟 大概五分钟以后 我们再放土豆 五分钟哈 煮了五分钟 豆角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 我这个料包就拿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要放料包 你可以散放到进去 那你就没办法了 里头就是花椒大料的 不弄 最好用一个料包 或者你弄一个纱布的袋也行 OK 下面咱们把土豆放进去 你看这个水 还是 我再稍微兑一点 就把这个菜抹了就行了 继续煮 土豆 再弄个 三分钟 OK 我们现在 开始 把这个 红的这个 辣椒放进去 这炒了 下面呢 我们开始 调味 放盐 这个就是你最后面的咸度 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一点鸡精 提鲜 这个时候呢 我要继续 再稍微放一点水 因为你还要弄面呢 那么我为了让面 一会把面放上去 上面也有 这个 调火的味道 弄出来一点 弄出来一点这个 这个水 到时候把这个就是 撒到面上头 现在咱们可以 往里头 就方便了 面就这样铺在上面 就行了 所以你看 我就说 你不要弄那么长 然后呢 就把刚才 刀出来的那个 好 放上去 就这我还觉得它水有点少 我再稍微多倒一点 好 顺着饼 现在盖锅盖 开始门面了 这个时候是大火 大家注意大火 但是你要看着 你一定要看着这个锅里头的情况 不行要随时堆水 先弄个五分钟 OK 你看我这煮了五分钟以后了 你看我在这反 就是 先把面整个翻一下 你看这个水 快没有了 我现在呢 先要尝一下 熟了没 嗯 我的面熟了 但是呢 我要让它再 再弄一下 收一下汁 我还是觉得有点稀 转小火 这个时候呢 葱花撒进去 没看 最后撒哈 葱花最后撒 翻一下 嗯 非常小的火在这哈 现在就是 等于最后把它焖一下 让它那个面 整个面的感觉出来 面紧的份 没看 快看 千万不能弄成一锅姜子 硬也不行 太乱了也不行 你看咱这面紧倒得很 没看 小火非常小的火 恨不得你就把火要关了呢 稍微再焖一下 焖个两分钟 就好了 看咱这锅面出来了 巨大一盆 巨大一盘子 我先给咱尝一下 豆角 特地熟了 肉 也熟了 肉 也熟了 没看 最早是面 你看咱这个面 你看 它现在给它跳 你看这一根 完全不是烂的姐姐子 烂的姐姐子 完全不是 得尝一下 吃到口里头 还是紧的 好像是像咱煮出来的面条 但它又不是 它又有那种 焖面的那种 那种口感 好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跟你说 你和面的时候 我刚几个重点 我现在重新画一下 一定要放盐 放简 放盐 面紧到 放简 面有韧性 所以你看 这一根面 你看这一根面 面 第二个重点就是 面不要弄得锅长 锅长了以后 你在锅里头没法盘 第三个 你焖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要用那个水器 把这个面焖熟 所以水的量非常重要 不能躲也不能烧 太少了 你干的在底下弄不了 那太多了 变成柱面条了 所以你看 你要看我 仔细观察我的锅里头 那个水刚好没 然后没到那 就行了 所以一定要加盖 非常重要 但你看我在中间 我还点了两次水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玻璃的锅盖 你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况 还有 我要尝一下咱的土豆 土豆和这个 豆角有不同的时间放 土豆 你看 刚好它有那种绵软的味道 但是它又没弄 这个非常重要 好了 这个就是 豆卷门面 跟那个 卤面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跟咱做出来的面条 把它 再 搅了这儿的下来 也不一样 非常好的一道美食 大家可以撕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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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